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情况下两家同征运的时候 强势的一方就会将好运全部吸走 导致另一方家运衰败 才气难聚 二 产生煞气 两家入户门很近 家门口气场混乱 能量不稳 就非常容易产生煞气 煞气进入屋内 家中风水会受到严重影响 风水里最喜欢集气 集气能给人带来好运 催旺运势 煞气则刚好相反 煞气是一种负能量 它会给家人带来霉运 让家人失业受阻 财运不尽 斗手的机遇也容易溜走 还会危害人的身体健康 不得不防 三 不利隐私 两家的入户门挨得很近的话 就容易被邻居窥探到隐私 让人心里不舒服 很没有安全感 难以营造安静祥渴的生活环境 居住在里面的人 就容易精神恍惚 情绪波动比较大 不利于身体健康 四 是非较多 另外 如果两家的门是反方向的 两扇门就容易碰撞 无法同时开关门 出入不便 非常麻烦 再加上对公用空气的征战 两家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不利于邻里的和解 人际关系紧张 口舌是非比较多 五 有损健康 如果两门离得太近 当一家人开门时 另一家人从室内突然把门打开 很容易导致 在门外开门的人手上 尤其是老年人 反应速度慢 遇到这种情况更危险 而且小孩也有可能因为注意不到 这一危险撞到头部 因此 若真的出现这一情况 家人的健康真的很堪忧 二 两门过境的化解方法 一 风水化煞 首先 应当用一些风水化煞物 将家门口的煞气化解掉 才不会破坏家中运势 可以大门下放置五地址 或者在大门处安放五地前 同葫芦等化解煞气的吉祥物 然后在大门上贴一个符字 迎吉纳祥 同时还可以在大门外设置一个屏风 以免泄漏隐私 二 摆放绿纸 绿纸生机勃勃 能量很强 在风水学中有很大的作用 一来它可以增加生气 催旺财运 二来它可以挡风化煞提升运势 所以对于两门太近的问题 在大门处摆放一盆绿纸 是非常好的化解方法 三 和谐相处 人常说 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之间和谐相处 才是最重要的 有什么问题不妨说开 两家好好沟通 一起寻找方法来解决 争吵并没有用 三 提升自家大门风水 催旺家运 除此之外 也不能够在自家门口 做以下这九件事 否则不仅对两家运势 有非常大的影响 还会威胁到家人的健康 导致妻离子散 一定注意 一 门口随意放垃圾 有些人习惯 把装满生活垃圾的大包袋 随手就放在门口 由于各种味道迷散 及视觉上的脏乱 路过的人或邻居 见了很容易在心里嘀咕几句 嘀咕的肯定是不好的话 基本上是以辱骂或者诅咒为主 大佬在这提醒 若是门口有正规设置垃圾桶的 则不在此裂 门前脏了不爱打扫的也同样会遭遇一些诅咒 二 门前挂镜子甚至更恶毒的风水物 有些所谓的命理师毫无道德 见到说门与门冲 就教咨询者挂镜子 挂八挂镜 甚至挂一些更恶毒的风水利器 兽类等对着对方打门 这种做法最容易遭遇对方邻居的反感 而产生风水大战 恶果自然不言而喻 三 门上乱踢符咒 若是普通的人能够一目了然的知道 是其符类的 大家基本上不会说什么闲话 但若是只有业内人士才懂得其符类的 甚至辟邪符咒跪刮门上 很容易遭遇到别人的误解 让人家以为你家是凶宅或鬼宅 那么邻里之间朋友亲戚 看到后要他们心里不嘀咕 太难了 试问有几个人愿意经常去 可能是闹鬼的人家里 去玩耍作客呢 四 门口放一碗水 门口两侧放水的习惯确实古来有之 特别是大宅子 但人家放的是大瓶钢 有时候为了好看 会在缸里养些鱼 种些荷花之类 其又有聚水为财之意 这样的处理是对的是好的 农村以前放食盐上游水 是用来喂猫狗的 也是善举 但是在城市 你在自家门口放一口碗或盆 里面放点水 特别是商品楼 你这么做 只会让人疑神疑鬼 和门楣上乱贴符咒的人 一样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那水是不是给路过的鬼喝的呀 这家人是干啥呀 所以 房子达不到那个条件 想在门口放水辟邪俱财 那只会遭遇负面联想 五 常住房子门上 贴的对联或者其他事物不讲究 比如过年春联不换 除非你是雕刻的对联 若是纸质的春联 还是一年一换的最好 否则只会给人两种感觉 一穷二懒 白红喜事的对联残残破了也不处理 试过之后 该处理就要举 当然 要是没人住的房子 就没人怪罪了 六 门脏了破了不修 不洗不换 民间说法是 家里出现了败家子 才会这样 门面要是破败了的话 最好要更换整门 因为 没有门上补补丁的做法 七 门口摆放植物不讲究 为了让家更漂亮 讨喜 很多人会在家门口 种植摆放一些绿植 一般以意义为好的为主 主要针对的是 提升福禄兽洗财 以及整体家育 比如橘子树 发财树 吉祥树 都是意义很好的 旧门两侧而言 不太支持针对防小人的植被 要及时处理枯枝烂叶 奄奄一息的甚至已经死掉的植物 要及时换掉 另外 绿藤植物被定义为巨鹰植物 一定要种的话 离门越远越好 八 门犯了枪杀 蜈蚣杀 白虎杀 鹿臭梅化解 枪杀是指有柱状物直对大门 如柱子 树干等 同时若是一个尖角物直对大门 也有人称为鸡嘴杀 蜈蚣杀是指大门口 直对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就像一条蜈蚣一样迎门而来 白虎杀是指大门开在房子右侧 因白虎位需要平坦开阔 有些房子由于布局问题有遮挡 路冲是指门口一条大路 直对着过来冲着大门 常见于钉子路口的建筑 所以这些常见的 以及其他未提到的 比较稀少的风水上 指出的不合时宜的问题 都不利于家庭和谐 有些是一舍真分的 有些是一患病 都是需要化解的 九 门墙上出现藤蔓植物 藤蔓状的植物属英质 形状有酷似 勾成藤蛇 所以门口风水最忌讳 有攀爬藤蔓植物 被其覆盖门墙 家中口舌不断 家人病急缠身 忧郁阴沉 攀爬蔓藤植物 越是茂盛家运越是低沉 要知道人身上也是有能量长的 邻里之间相处和谐 心情愉悦 家人身体好财运旺 自己的运势注定不会差 因此 如果你家大门里 邻居家大门太近 或者出现大牢上面所述的 九种情况 一定要尽早化解 合计生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你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